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百宝箱我家厨房 那今天呢,很荣幸我们是邀请到这个昆平师姐 那她呢,是我们在万景佛光园术食点心班的老师哦 她同时也是我们每一年呢,做供佛在天的时候 很精致的点心,都是出自于这昆平师姐的这个巧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那个非常出名的日本的茶点 叫红豆水羊羹 那今天这个红豆水羊羹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那个红豆水羊羹需要的一些食材 好,自然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红豆沙 是,250克的红豆沙 然后其次,水羊羹它一定是需要很多的水 就是我们的那个凉白开水 是烧开以后放凉掉的那个水 大概是用到400克 400克 对,400克 另外我们还会多出100克 这个是用来对我们的那个水淀粉的 其次就是水淀粉,就是我们的淀粉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麦芽糖 白颜色的麦芽糖 是,那量多少呢? 15克的麦芽糖 15克 对,水淀粉是用到10克就可以了 10克 然后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盐 它只要是提高我们的风味 用1%茶匙就可以 非常小的一点点 然后最关键的一个植物凝结剂 寒天粉就是我们的燕菜粉 用到6克就可以了 6克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食材 非常简单 那我们第一步呢 先拿我们100克的水 把我们的那个太白粉 淀粉 对,淀粉 把它跟那个水先融合在一块 是 这个是备用的 我们等一会儿需要用到它 所以我们先提前把它准备好 是 好 把水和那个淀粉全部搅融合在一起 后就放在旁边 旁边备用 备用 是 然后现在我们开火 熬煮那个水羊羹 一定不能用大火 要用中小火来熬煮 好 我们现在把火 加到中火这个水平 然后把我们的 400克的那个白开水 好 先倒进来 然后 现在然后加入我们的燕菜粉 是 所以燕菜粉一定要提前加 因为如果等到水热了加进去以后 它就容易凝块 是 所以我们要提前把它融在这个冷水里面 是 好 搅拌开 水滚了 就是刚刚煮的那个燕菜粉 对 我们要把燕菜粉全部都煮化掉 是 那个水已经开了 我们下一步就把我们的麦芽糖加进去 麦芽糖主要是起到一个调色的关键作用 对 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羊羹羔净透 是 它的颜色比较漂亮 所以可以适当的加一些15克就够了 是 好 我们把它加进去掉 好 加进去以后 我们再次把它烧开 就把它搅合在一起 把它拌均匀掉以后 把我们的盐巴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进去 我们的盐 好 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是提味 提味的作用 是 全部加进去 所以再次烧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红豆沙了 我们这里的红豆沙是市面上现成的红豆沙 它的甜味已经非常的浓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加糖 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熬煮的红豆沙 请加120克的白糖 这样子口感就会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红豆沙放到我们的这个锅里面 好 然后把它跟我们的这个寒天粉 就要腌菜粉的这个水混合均匀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红豆沙 基本上已经融合了 全部都跟我们的那个水融合在一块了 我们的水羊羹初步成型 好 基本冒小泡以后 我们的水淀粉就可以下锅了 好 大家 就刚刚这个100克的水 对 加上这个淀粉 加上我们10克的太白粉 对 对成的那个水淀粉 水淀粉的作用 我们只要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所以大家这一步千万不要忘记掉 好 我们的水淀粉下锅 好 谢谢 我们此时的红豆沙就非常绵软了 对 稠稠的 对 绵绵的稠稠的 好 我们现在要等待的它再一次开锅就可以关火了 好 大家看已经开始冒泡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熬煮了 直接就把火给关掉了 对 好 我们现在的水羊羹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下一步需要有一个让它冷却的作用 需要一盆冷水 把我们熬好的这个水羊羹放到这个冷水里面 让它快速冷却 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呢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它倒到我们的容器里面 如果太热的话就会形成水和豆沙的分离 所以一定要先让它冷却 是 好 我们在冷却的过程中可以翻拌它一下 但是不要太过力的搅拌它 这样子如果过力的搅拌容易把气泡搅进去 就会形成水泡 它的那个口感就不是很绵软了 在它冷却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还要做一步程序 就是把我们的容器用一点凉白开 给它滋润一下 这个动作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羊羹羹倒在里面 不会粘在盆子上面 很容易剥离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把它跟水浸湿一下 是 好 就有点湿润 对 有种湿润 是 好 可以 我们基本上是把它量到就是手温 不要太过于高过于手温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水羊羹倒到我们的容器里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红豆水羊羹 然后倒到容器里面以后就可以把它自然放凉 放凉后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个小时 让它成为一个果冻的那个凝固体 然后冷却出来以后就可以切盘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冰好的一个成品 是 水羊羹 好 我现在需要有个玻璃的动作 把它轻轻的 就是倒出来 对把它剥离 我们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 是 红豆水羊羹 是 好 那通常就是切块 对 我们一般就是切块来使用 好 那除了刚刚的第一道点心之外 我看你又有准备了第二道 这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点心呢 这是一款美国非常出名的一款 那个素食糕点 是 就是纯素的那个豆腐布朗尼 哦 对 这款就在那个美国和加拿大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 那个家庭桌上的那个 最常出镜的一款 那个甜点 是 布朗尼真的是到处 其实到处的这个外面的 喝咖啡的地方都有 对 都有布朗尼 但是豆腐的 我还是第一次 对 第一次接触到 食素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款 纯豆腐的那个 纯素的那个布朗尼 对 现在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所需要的食材 首先是我们的白糖 我们用到85克的白糖 然后嫩豆腐 用到100克就够 黑巧克力 60克 可可粉 30克 植物油 各种植物油都可以 35克 好 加拿大很出名的 枫糖浆 用到40克 对 它提到风味 很好吃 好 盐 8分之1茶匙就够 一点点 提到调味的作用 好 核桃 我们今天里面加到坚果 20克就够了 水淀粉 15克 泡打粉 一小尺就够 就是我们的苏打粉 对 就是 然后低筋面粉 用到120克 好 其次就是我们的豆浆 胡糖豆浆 跟豆浆很搭 对 这个用到140克就够 好 好的 第一步 我们先过筛我们的面粉 是 为什么一定要有过筛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为了把我们结块的面粉给它打开 不然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形成有带粉块的那个颗粒 是 好 把我们的低筋面粉 还有我们的可可粉 对 混在一块 两种粉 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的泡打粉 是 对 一起 是 一起 对 一起过筛 好 过筛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盐加进去 加到我们的面粉里面 好 这个过筛完的面粉我们备用 好 下面 我们就来熬煮我们的巧克力 先把我们的豆浆倒到我们的那个锅里面 是 然后把我们的白糖倒进去 这个白糖是85克的量 大家千万不要减量 觉得就说是会很甜 实际上配上杏仁 配上那个可可粉它的苦味了嘛 所以它的那个这个甜度是刚刚合适的 是 好 我们把白糖放到豆浆里面以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巧克力 黑巧克力倒进去了 是 一定要小火熬煮 为什么呢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巧克力在高温下面形成油水分离 嗯 所以我们一定是小火来熬煮 慢慢 好 可以关火了 我们的巧克力已经基本上全部都融掉了 嗯 我们的那个嫩豆腐倒到我们的盆里面 然后我们的蜂糖浆 嗯 然后我们的植物油 把这些食材全部都混合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淀粉 对 好 把我们的这些食材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用我们的搅拌机 是 把它打均匀掉 好 好 我们的那个豆浆 我们的豆腐和我们的那些食材已经全部融合到一块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形成这样子的乳状的这种这种状况 状态就比较完美了 好 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刚才熬好掉的 巧克力 对 倒入到我们的这个豆腐里面去 让它们两个也是融合在一块 好 同样用我们的搅拌器给它们融合一下 稍微打一下 对打一下 让它们融合在一块 是 好可以了 不用打太多 因为它很容易起泡嘛 所以给它大概融合在一块就可以了 好 现在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面粉跟我们的这个水性材料混合在一块 好我们就是翻拌 把它全部跟那个水性食材拌在一起 拌成那种泥状物 好我们就尽量把它拌到没有面粉 好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加入我们的坚果 我这里的坚果只加入到了20克 如果你觉得分量很少或者是你很喜欢吃坚果 你可以多加一些没有任何关系 好我们就把我们的核头掰成小块 直接丢到我们的这个拌好的这个面糊里面去 好 最后一点我们再把它给翻拌均匀 好成功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入烤盘了 烤盘底下铺一张烘培纸 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防止面糊的那个连接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入烤盘了 再把它抹平 对我们就把它抹平掉 好抹平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摔的过程 就是要让它里面的气泡出来 先这样子一个震动的过程 摔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行了 好然后我们预热350华氏度的那个温度烤箱 然后把布朗尼放进去 20分钟就可以出烤箱了 千万不要烤过掉 布朗尼一定要有点湿润的感觉 如果烤干了就会非常的硬 口感就会变差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入烤箱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上面装饰了一些核桃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杏仁片 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杏仁片 开心果自然也是最棒的搭配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的成品 嗯 嗯